大家好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報告的是關於第八張 第八個section的部分 那這個section的話 它也是一樣的話 那個方式是57到64 那其實它是比較是 應該這是比較overview的部分 然後因為大概就是 是屬於比較前端的地方 去看怎麼樣去 approach這個病人 包含就是比較治療療療療療等等 然後再去有各個不同的一個 是 disorder 的一個可能的一個表現的 一些症狀的部分 去做一個改靈的東西這樣 那最後的話是有一部分是在 就是它跟就是一些 public health 的一個部分 以及就是一個比較特殊的組織 像是運動員等等的一個部分的話 會怎麼樣起的一個關聯的形象 所以內容方面的話 決定的部分會講比較簡易 因為其實它在後面的其他講解 也就會再有比較詳細分眠的一個介紹這樣 那首先的話是第57章 那57章就是一個大概面 就是你要怎麼樣子去 approach一個 有 sleep disorder 的一個病人 那其實這個部分的話大概關乎說 我們大概首先的話因為病人一進來 大概第一個會接觸到的 一定是避免的一個狀況 那它避病就是會有一些 它的一個concern這樣子 那關於它在 sleep 的一個 disturban 上面的一個concern部分 大概最常見的就是三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當然 你還可以介紹的一個 insomnia 那其他可能是會有核心一些 正常的一些 movement 或是 behavior 的一個情況 那有可能是在睡眠的 或是當中發生的 或是在就是 awaiting 的一個狀況 產生這個都會有 那另外的話有的人就是會抱怨說 因為它可能在白天的時候 就是會 呃 會覺得有睡不保護 它還是會有一個過度睡眠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是比較常就是 聽到病人concern的一個狀況 那那怎麼樣去 准備就是這方面的一個病人 然後不管是屬於是哪一種 那大概不外乎就是 總結就是這幾個大象 包含就是它的去concern 跟它的一個pc 它進來它是怎麼樣子 去療出它的一個症狀 那接下來它有沒有在使用 就是其它的一些藥物的部分 以及它的一個 family history 的一個情形如何 那 family history 的部分的話 其實不光只是 approach 它的一個疾病 不會問它說 它這樣有沒有告訴大家朋友病等等 其實在這邊強調的一個 family history 的一個狀況 其實是要去看它的一個家庭結構的一個情形 有沒有可能合併有其他的一些 live event 的一個情況 那像剛海大有提到說 可能像電腦人家也會有這些睡眠的問題 那其實從這個 family history taking 的一個部分的話 其實像這就可以知道 它有哪些可能是它會發生的一些症狀事件 有沒有可能是 不只是它自己的問題 其實是家庭成員上面的一個狀況 然後到現階造成就是它的一些就是心理負擔 等等這些去影響到的 其實都可以在這個 family history 的部分的話 去做一個問證 那另外的話就是它的 social history social history 的部分的話 相對也就包含說 因為它平常的一個社會網絡連結如何 那沒有就是要運動 沒有跟人群在接觸 那是被 isolation 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也都會現階影響到它睡眠的一個情況 那最後的話是一個 review of system 那最後接下來的話就是進入 PE 的部分 那其實 review of system 我們就先一個一個看 那大概的話就是在去考車的部分的話 先給大家提到 但最終醫院已經會需要去問到幾個 一個就是它的一個 motivation 那今天為什麼會想要來就醫 可能有些睡眠問題其實已經是長期的 可能是幾個禮拜或甚至到幾個月幾年的一個狀況 那為什麼它會選在這個時間點來就醫 其實症狀有加重嗎 還是有出現什麼新的症狀 那又是出現像核病有沒有什麼新的一個問題 這些大概是問人說會需要特別注意的 所以首先會需要知道病人 他今天需求就醫的一個動機 那接下來就是說他簡單的一個 profile 包含說他的性別年齡 然後他的一個婚姻狀況 然後家庭狀況等等這些 大家就會要基本去獲取的一個資料 接下來的話就是比較詳細的就是 到他本身的一個day schedule 包含他他本身職業工作的一個狀況如何 他可能幾點做什麼事 幾點做什麼事 或是晚上要上場之前 有沒有什麼安排其他的活動等等 這些都是有可能會想到他確定的一個情況 那有沒有什麼其他人類集的問題 那最常見人大概就是這邊是舉例說 有的人可能是出現一些默奠心疼 包含說他可能早上起來 他容易會脂肪啊 口肝啊 甚至會有些小生氣頭痛的一個狀況 那在OFAR的部分的話 就有蠻大的一些定額會 一些狀況來做標籤 所以如果定額這樣concern 你就要注意他這個OFAR的問題 那有些的話 可能是其他的day time day time的一個階層 包含說他可能是常發生在他一些 repeat的一個active上面的一個 那個active上面的一個情況形成的 那這時候你就要去看他本身的一個 這個失稅的狀況的話 就是有更加的嚴重 或是沒有其他的一個情況 那這邊的話 大概也是就是一個主要表格 給大家就是說 你可以給他問題 上面需要注意到這個review up system 那包含他的一個睡眠習慣 那一天大概就是睡多久啦 然後就是睡一個禮拜大概有多長的時間 要好好睡眠啊 週末睡眠狀況怎麼樣啊 多久會需要入睡啊等等的 那其他就是剛才有提到的一個走程狀況 跟一個白天上面的一個症狀 以及會不會影響到他白院的一些工作情形 那有沒有合併說有其他的話會覺得會疲累啊 會播行的催眠啊 或是甚至以為tability等等的這些情況 都可以再去做詢問 那有些人的話 可能還是需要問他有沒有需要午睡這樣子 所以這部分的話都是在問診可以做的 那其實問診部分除了說就是獲取病人 本身自己全數的資訊之外 其他有一些疾病 大概會是需要他的家人幫忙先去觀察 或是他的床友嘛 然後跟他一起就是睡覺的人 然後就是觀察到的一些狀況這樣子 那包含有些可能像是會打呼啦 或是有沒有其他choking啊等等 會不會有arossal的情況 有時候就可能要從他的陪同者 去獲取這些資訊 那以下或是其他像是就是一些 movement上面的一些問題 或是narcolepsy的symptoms 這些的部分的話 大概就是也是會需要的額外去做詢問的 那第一章大概主要是結束啦 所以以下的話就是繼續往下看 那為什麼我們會需要獲取就是這些資訊 那主要的話就是說 因為在我們常見的那些sip disorder上面的話 可能會有這些的一些主要的一個表現 所以大概從病人他就是有這樣的疾病 以及決定說你要怎麼去做一個處置 那會不會擔憂到他的一個健康 以及quality的一個情況 都是為什麼你要去詳細 詢問他的這些表現的一個原因 那如果可以比較早期有效的一個發現的話 就是可以做一個有效的一個診 都來去惡指他的這些睡眠的一個問題 再繼續惡化 那在這一章裡面大概最重要的就是三個表格 那如果讓我們提到說變成最常見的control 大概就是他白天可能會有睡眠過多 或失眠其他的一些movement上面的一個問題 那所以第一個的話就是說 那怎麼樣去approach一個可能 他會confirm說他白天會睡過多的一個病人 那這部分的話 其實他可以分成幾個下去看 包括說他的一個睡眠的一個rhythm的一個 有沒有disturbance的一個情況 有沒有其他的sip disturbance 以及有沒有其他可能的一些 內在的一些原因 睡眠的一個機制影響的這樣 那有沒有sip disturbance的一個情況 那最後一個是整體格 那其實並而來其實是最常 我自己本身會比較常遇到的 大概很常見的conference就是 就是整體格啦 很常見 因為這些其他的畫片 他可能一開始他們並不是會非常了解 所以大概都會用整體格 來作為一個主要的表現 但其實我們在approach的部分 這幾個面向是必須都會去想到的 因為他大概就會代表說 他可能接下來他會是進入不同的一個 sip disorder的一個情況 比如說像如果說他有conference 還有sip disturbance 那你考慮到他的一些外在因素 可能包含說他可能是不是有環境 燈光等等的一些的一個問題 那其實內在的話 你可能就要進步去想看 那sip apnea 有沒有plmd 或是其他一些gert hypothalue 剛才談到的那些內科體病上面的一個問題 那其實其他的疾病也是一樣 就是大概除了睡眠的一個本身的話 都還需要去考慮他的一些 其他的一個內科體方面的一個疾病 所以這是在如果病人有conference 說他如果說白天有過度去睡的一個狀況 之後會需要去想到的 那另外的話在這裡面 其實在等一下介紹跟大家談到的 另外那兩個環節的部分的話 其實反復會有一個出現的疾病 大概就是sip apnea 所以在這裡的話就是 書裡面是提到說 就是給大家說一個簡介 就是說那你的部分可以用一些問卷的部分 去幫助你初步篩選的時候 他是不是有這樣子sip apnea的一個問題 那這邊舉例的是用garden的questionnaire這樣 那其實還有其他不同的一個問卷 其實都可以去做一個使用這樣子 那當然進步就是要去看他 你詢問出來有這樣子的一個危險性之後 他是有沒有可能是obtracted 或是central的一個部分 那再配合他的一些皮膚上面的一個狀況下去看 那當然就是會需要注意他其他的一些供病 就像哈菲、Ru-Neu-Li-Vision 然後Metabolic上面的問題 這些都會影響到 那另外一個部分的話 他就是要去approach 不知道因為其他上癌、褐蕾菌等等 那些的一個情況 比他白天的一個 他覺得他過度失睡的一個情況的嚴重程度是如何 所以進步的話大概就是會有這個問卷去問他說 那他本身的話 像他如果說做著讀書、看電視 或是做一些活動的時候 是不是就會有就是睡著的一些情況 以及他嚴重程度如何 來去做一個初步的一個曬檢 那如果進步覺得說在這個ESS上面有可能的話 那進步就會需要再做進步的一個檢查這樣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就是影響病 不過這部分剛才才是有很詳細的介紹過了 所以我就比較大致上的run過去 大概就是在影響病的部分 你會需要考慮的一個原因也是一樣 包含就是這KDM的Reason的一個問題 還有其他的Disturbance 那一樣是要求考慮環境跟 其他的一個內科性的疾病的一個狀況 以及是不是有其他Psychiatric方面的一個問題這樣子 那進步就是有沒有Psychosocialogical上面的一個狀況 這些都會需要就是去做一個詢問 那另外一個的話就是說他有沒有一些比較 RU9的一個Tocentral的一個Event 那這個範圍就很廣泛了 他可能會包含說一些 Nom-run related disorder 那這部分可能他就會比較常見 比較像譬如說有他可能會concent 他會夢遊啦 那或是有些Teros的一些狀況啊 然後有些relatedrelated disorder的一個情形 那這部分他也一樣會隨著說 他如果一些Sythemia 或是Heproventilation Gerd、Pen等等 這些的一個疾病的部分的話 會去產生一些共菌或是惡化的一個情況 那其他就包含說像些Parasomia 或是Moment disorder等等 然後也留在去腸臉的問題 所以這個當然也是給大家一個大致上 如果在處理這三個contin的時候的一個主要方向 那他其實有講了蠻多的一些症狀 那不過我這邊的話是特別把Morning headache 拉出來就是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因為其實 頭痛因為其實也挺蠻常見的一個主速 那其實如果說他今天是一個concent Morning headache的部分的話 你要特別注意他除了說是有Sythemia 之外的話 是不是有可能是會有一個夜間高血壓的一個狀況 那另外的話在有一半點上 就是說有Otha的一個Ping的 或者Heproventilation的一個狀況之下的話 他也容易會產生這個Morning headache 所以在問這Heproventilation上面的話 也是需要去問他的一個Localization 以及他的形態碰的一個狀況跟Duration的一個問題 所以如果說今天是Otha一起的Morning headache部分的話 那部分他可能會考慮說 他可能會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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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那會覺得說會好像早上起來 或是很清楚這樣子 或是很清醒這樣子 那大概也需要在他醒來之後的幾個小時這樣 才會慢慢release掉 那有另外一些病人的話 他就屬於COPD的Desease 也會有容易會有這個Morning headache的可能的狀況 那這部分主要也都是因為來自於 他在我上面一些CO2的一個Metension 或是Low Oxygen Duration造成的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需要跟Otha再進一步做一些區隔 那有些病人的話 他可能不是Otha或是COPD 他可能是一些皮質方面的一個問題 那造成一些Muscle Compression等等 Heproventilation這個也都會影響 那有些可能是附罪 所以這部分的話 都是會需要在病時的做一些澄清 那Morning headache 可能會需要特別留意的是 因為有一些病人的部分 如果說他都是一直routine的很長 發生這個Morning headache 的一個狀況的話 會其實也會需要進一步考慮 是不是要在tie hand 頭部的一個影響菌 來去乳豪有這些French tumor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會比較需要特別留意 那其他就是一些Systemic上面的一個狀況 也會影響到就是這個 是Disturbance的一個問題 那因為這個部分主要來自於 他們在一些Mechanics上面的話 可能是有一些相通的狀況 這個當節他沒有說特別講得很清楚 他就大概說可能是一些身體上面的一些變化 或者是他一些疾病上面造成的一些症狀上的一個表現 來去進一步的去影響 如果在有一些高危險的族群 像hypertension、血管性疾病、Heart disease、DM等等 或是Opensity的病人的話 都是主要比較容易會有這樣子一個confined的一個狀況 那所以大概就是會需要你各個疾病 他的一個表現來去跟睡眠的部分 做一個Mechanics上面的一個考慮 所以大概就是會case by case這樣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會比較需要進入到說 那剛才問診完之後的話 那臨床第一線大家會遇到的就是會需要PE 那PE的部分的話跟SIP可以看到哪些人 因為這當時其實還要我的通過蠻多的 那他部分的話包含說第一個 那我們要考慮他的Vyto3 那Vyto3就包含說他的血壓、Heart rate 然後另外的話就是會很需要注意他的BMI的一個問題 所以輪診的話身高體重一定要記得耶 那在SIP的BECID上面的一個PE的話 其實大部分主要是會著重在Hair Neck的這一塊為主 然後另外就是他的一個臉部還有骨頭上面的一些勾動 那相對而言也會需要去觀察到 他是不是有傷害一些可能容易造成的弓病 包含龜脊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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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的一個變化 這些部分都是可以幫助我們做一個診斷 那以下的話主要的話就是先看到會跟Sleep apnea 相關的一個Anatomy上面的一個構造 那左邊的話是正常的一個表現 那主要的話我們就是要去看說他的一個 Retroglossal base這個部分的話是不是足夠 所以如果說今天病人他如果說是一個正常的Anatomy的話 就像我們左邊這樣子 那他這邊舉例說這是一個就是正常的年輕人 就過了30年後他可能就體重增加了 所以即使是同一個人他可能就會因為他這個DMI增加的這個問題 而去造成說相對而言他可能有一些就是像鼻腔的部分的比例 他可能就會產生一些肥厚的一個狀況 那他整個就是the mental triangle 這個地方的一個plex也會增加 那進一步造成說他這個時候位置在往後頂之後的話 他這個整個那個retroglossal space的部分就減少了被壓縮了 所以就容易產生這個Oltra的一個狀況 那在臨床上看到說那PMI的部分的話 為什麼會再跟這個Sleep apnea有關 那所以這個部分的話就會介紹說 因為我們剛才上一張的圖片其實也可以看到說 他主要是跟他後面的這個retroglossal space有關 所以當然如果說今天是一個比較肥胖的一個病人的話 他本身躺下來的一個狀況 整個隔膚往後頂大概這個空腔就被壓縮了 就會造成一個upper airway的一個obstruction 那因為比較肥胖的關係 所以他的會有一些central obesity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些FAT的部分的話 當他躺平的時候整個會往上壓縮胸腔的一個空間 所以造成他浪的volume的reduction 這些都是增加這個sleep apnea的一個貢獻 那接下來就是這個肥胖的病人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他脖子的部分的話 通常他的脖位是比較粗壯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也都會造成皮膚的一些壓迫 那在PE上面的話 所以他門診可以做的是 你也是可以量一下他就是脖子的那個 那個大小 那量怎麼量脖子的大小呢 等一下會有張子在跟大家說 不過大概一般的話 如果說是男性的話 超過17英寸 大概就是差不多大概8公分左右 那女生35公分的話 其實就是屬於脖位比較大的 就是容易造成就是有ofra的一個風險性 那你可以看到說今天如果一個病人走進來 那你就看到他長得像右邊這個狀況 那大家就可以再問 趕快問一下他身邊的有沒有相關的一些症狀這樣子 那雙下巴的部分的話也是一個高溫線區 那我們從這個局部的一個面部的一個結構上面來看 我們可以發現說 如果一般我們評估的話 你可以從他的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地方一直到他的 這個部分的這個連線來看 所以今天如果說他這個連線的一半 到他皮膚的這個位置 中間的這個 這個部分剪掉的話 那他就比較容易會造成這個 這個ofra的一個風險性 所以我們在看病人的局部面部的一個結構的話 大概可以依循這個準則來下去想 其實今天可能很多疾病都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另外的話是以他就是正常的就是咬合的一個狀況來看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就是可以看到他就是 就是NASIM到這個下汗的這個位置 那如果說他今天這個病人 他是有就是上牌牙比較粗的 overjump的一個狀況的話 一般大概是超過3mm的一個差距 那這個部分會很好的第二條區域的部分 他整個下面的空間的話 他是會往後縮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相對也是會影響到他 他後面那個space的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也比較容易會造成 就是偶大的一個情況 那所以以剛才以上的那個anatomy的結構來看的話 我們接下來就可以來看很多不同病人的一個面向 就是一群這樣子的一個概念下去想 包含就是hypocyluridisn 跟marchomegaly的一個情況 那為什麼hypocyluridisn 也會有這樣的一個問題呢 如果hypocyluridisn 病人比較容易 他可能有些oh 反而是只有airway的marchomegaly 甚至他也好一定會有Opensum 對的情形 所以相對的話可以看到說 他本身進來的話 你可能看到他的有這些一個情況的話 他就容易會造成Opensum 那另外一個是一個marchomegaly的一個病人 那因為他主要是他的一個生長激素不正常的一個分泌 所以造成他的肢體末端都容易會有些肥大狀況 還有他的cranial facial bone的部分 也會比較有異常的一個生長 所以今天可以看到說他可能就會出現說 有些像是他舌頭的一個狀況 那脖位的部分也會比較粗 那這個部分的話也都容易會造成 那右邊這邊的話是Syloid的 如果有一個google的一個情況的話也是要調整 那另外的話是dung syndrome跟Sleep apnea 那dung syndrome的部分的話也是可以看到 他主要會造成他的一個cranial facial的anatomy anatomy電化上的一個問題 那另外的話也容易會有就是有大舌頭的一個情況 跟anthenocle的海色塑膝 還有muscle的海泡尼亞 那這樣子的情況也都容易會造成偶像 那從他的就是好像這病人進來 你看到他的一個面向的部分的話 大概是也是要提高警戒 這樣子會容易有床臉上面的一個疾病 那其他的話像是一些糖寶寶 像是mucopalifaccharides 和amyelodosis的一個病人 他們也是一樣都是會有這些 mucopalifaccharides的一個情況 所以就容易會造成偶像 另外的話是PCOS 那有些女性上面的話 如果是有一個多狼性的草症候群的一個部分 主要還是來自於他那個dentral fat的一個問題 所以可以看到他會有一個中央腹部肥胖的一個情況 那從剛才我們談到的那個mucopalifaccharides的一個結構 就知道如果他這樣躺平的話 他用這Face更加壓迫胸腔的空間 所以容易造成偶像 其他的一些表現 包含說他的一些蠻低度的 mucopalifaccharides的一個情況 也容易會造成 那這個部分可以看到就是剛才跟大家提到的 就是他的這個Space的一個部分的空間 他其實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被壓縮 所以到他長大的時候 最容易會有這個Posar的一個問題 那其他的一些表現的話 大概就是跟牙齒的部分會比較有關係 不然有病人你可能看他舌頭 那比較容易上面會有很多的一個齒盒 或是Gallupose的一個pump 那這個部分也都是要小心 他可能甚至夜間就是有一些墨牙 或是其他的一些疾患 那都很容易有一些sleep pump by sleep amnia的一個狀況 那他牙齒的一個結構 或是那些quantytease 或是蘑菇啊 Nediple的一個狀況 這些都會影響 那接下來的話看完臉部之後 要特別留意一下他的鼻子 那為什麼要特別留意鼻子呢 因為像有些人比較嚴重的那種絕糟筆 或甚至有的人因為手術的 通過鼻部的一個手術 造成他脊部的鼻子空腔的一個結構改變 甚至有一些natal deviation的一個狀況 這些都可能會造成就是這個sleep amnia的一個情況 那眼看完之後就看喉嚨 那喉嚨的話大概就是嘴巴一打開就先看一下 他的一個tossil 舌頭 然後烏格拉的一個位置 那這邊的話他會有不同兩個 書上提到兩個不同的一個分級 那主要的話第一個是用 my left face classification 那主要的話我們看到可以分成四集 那第一集的部分大概就是一個正常的一個結構 那第二集的部分 你大概可能就只能夠看到部分的一個 那個烏格拉的一個狀況 那如果除了一個說第三集的部分的話 你可以看到說你可能就只能看到烏格拉的那個 那個face的一個情況 那第四集就整個空間就都看不到後面完整的一個結構了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他是用bran run的classification 那其實也是概念上是差不多的 大家可以從圖上看到就是要是看到 tossil 烏格拉跟sopale相對的一些位置 那另外一個是看他的一個tossil 那tossil部分的話也是一樣分成四集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如果說今天他的一個tossil的一個大小的部分 是已經靠過pilax的一個位置的話 那大概就差不多有第三集了 那如果已經兩邊都快要黏到一起了 那大概就是第四集 那這樣子的一個病人大概可以預期 他也是會容易有些sipemia的一個狀況 那有一些人的話 他會因為這femnotosil的海生抽筆 就是nasal obstruction的部分 造成他平常會臉部表情 就看起來會比較平淡、淡默 或是沒有精神的一個狀況 那小朋友的部分 或是其他有時候一些大人 你看他常常都會用手指頭去做這個 他鼻子的這個動作 甚至會allergy的solute sign 那這部分的話大家也是可以預期說 他是自己有其他的一個 chronic的rhenitis的一些情形 可能不只是一個是N1 那另外的話是在N1的部分 那N1的話 因為有一些neural上面的一些底細是會造成 像是ALS、NG等等 所以如果今天你看到你病人 如果說他有一個雙手 muscle atrophy的一個狀況的話 你可以是要注意一下說 他是不是有潛在性的這些 有拉絕上面的問題 像是ALS的一個問題 那有些病人的部分的話 他本身的一個臉部肌肉比較weakness 那就需要再做進一步的測試 是不是有N1的一個狀況 那另外就是關於心肺上面的一個表現 那心肺的部分的話 大家主要的話去注意他的肢體末端 是不是有些水腫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有一些clutic digits 或是指甲上面的一個異常 那這些部分都可能是提醒 也是有一些clutic pulmonary上面的一個問題 那另外其他的一些中央的一些神經系統的部分 就是一些比較少比較複雜的 那包含了Polvermaneva的一個部分 那有一些像是有些病人 他可能有parasomia 或是哪些clutinal procedure的部分的話 他也可能會因為就是 就是可能會有一些Ortina Emosis等等的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就在睡醒之後被發現這樣 那這邊的話是所謂的那個 Polvermaneva的一個部分 那他主要的話就是在病人在他做下 他要站起來的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是沒有辦法 我覺得是比較無力的 所以他一定會需要先做支撐的一個動作 然後往前傾之後 那才可以慢慢的站立起來 所以這個部分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一個標準 其他也有其他的話就是 就是包含像Polvermaneva整個部分 那如果你在N1上面 可會觀察到他有一些Polvermaneva 或是一些Nestase Resting Tremor的一個問題在 那其他的這些部分的話就是 包含說像是有些病人 他有一些磨牙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除了可以看到牙齒上面的一個異常的一個問題 還可以看到說他可能在兩邊的咀嚼劑的部分 會有比較Hitrope的一個標準 那因為這個病人的話 是如果有些病人他是有Nacrolexia 那因為該部分的病人如果是Nacrolexia的話 其實在臨床上的皮膩是很難有發現說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一個問題 那不過有一個比較特殊的標準 他叫做Cathletic Thesis 那這個部分的話主要是病人 他因為臉部肌肉的Weakness 所以他會出現一些比較 比較表情怪異的一個狀況 會覺得好像有人會出現 看起來比較用骨骑的那種併護表情 那這個部分的話 你要注意他是有一個Nacrolexia 臺灣的一個狀況 那牙齒的檔點是PE的部分 那從PE完之後的話 那當然接下來就要進入說 那我們有沒有什麼其他臨床的工具 可以幫助使用 來評估這個Cathletic Thesis 那第61章大概就是在講這個部分 那其實在選擇要用哪一種工具的話 大概就不外乎看那個Cathletic Thesis 跟他的一個Predic Thesis 那在這個章節他提到的 在疾病上面的評估 大概大概都會說到幾種 包含說問卷 他的病史詢問 以及像是用一些 睡眠日記、晚貢表 然後PSG等等 這些來做一些評估 那其他的話 可能包含MSLG的一個狀況 都是可以做使用 那國者就會跟你要評估 什麼樣的疾病的選擇 就會有所不同 所以今天如果說 我們是要評估病人 他是有C-related breathing disorder的話 那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第一個如果說你是使用問卷的話 好,那我們在這個章節他提到的是用 Birding的Questionnaire 跟Stopping的Questionnaire的一個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說 他在評估就是 有沒有Cith apnea的一個情形的話 他大概pensitivity的部分 其實都是蠻高的 他在這個的時候 他問卷的部分下去看 然後再對照說 他做一些的一個結果 來去得出了一個結論 所以大概如果處理這樣子的病人 第一步可以先用問卷的部分 來做一個篩選 那第二個部分 大概最重要的goal standard 就是psg了 那psg的部分 他大概就可以直接去monitor 就是他這個病人的一個呼吸狀況 就是有什麼 有沒有一些hypothemia arousal 和味噸等等這些情形 那有些病人的話 可能只有做一個晚上的psg 有時候可能的發現 有時候可能不一定就是能夠抓到 那有些病人他可能會需要去做repeat的psg 來confirm他的這個offer的問題 也可以進一步提到他疾病症狀的一個正確率 那其他的話就是說 在什麼情況之下的話 你可以讓病人的回家做home fit的test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用一個表格 就是來做一個篩選 然後來看說這個病人 他是比較適合一定要來睡眠中心住一晚 他可以回家 就是做自己在家裡面做home fit test 那主要的話還是取決於就是這個病人 他疾病上面的一個狀況 還有他的stage 因為如果說你回家做的話 大概可能沒有辦法很好評估他其他的一些 leg moment的一個問題 那這個部分的話大概就比較會 僅限於說就是僅限於他就是 在局部offer的一個狀況這樣子 那有一些病人相對也是比較不適合的 高喊說像是小孩子或是老人家 因為他們可能會有一些疾病 會有一些健康上面一些comodility的一個狀況 這些就是屬於比較不適合的回家做 而需要代行嚴重心密切觀察的一個組織 所以可以根據從這個流程上面來看 那大概就是如果你的病人今天 他如果說是有一些comodility disorder的一些sign的話 可能你大概就是會需要不要考慮PSG 如果你可能沒有這些的話 你就可以考慮是做holicic test 那進一步有發現了 進一步如果有發現的話當然就是治療 如果沒有的話 那還是懷疑就可以再來做比較相似的PSG 那在這一類就是關於signal的病人上面的話 是不是有需要去做airway的一個mophology 那其實在蘇晃還是提到說 並不是建議說就是乳病的一定都會需要做 那當然如果說今天你的病的乳壞 他可能有一些結構上嚴重的一個問題會去影響 那你可以進一步的去做barmacoscopy 或者甚至做一些影像上的一些檢查 包括CV或是mri 但是一般的話是不會需要乳病去做的 那下一個部分的話就是評估 就是hypersomnus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部分的話大概 因為他也是有提到說就是像是 Questionnaire那些的一個狀況 但是在評估這個部分的話 Questionnaire比較沒有那麼的來建議 而是你可以考慮就是用 症眠日治跟完動表的一個部分 那來做為一個比較良好的一個診斷工具 那我們可以發現說就是如果說從睡眠日治的話 大概就可以詳細的知道說 他確切的一個sip duration的一個狀況 那有沒有需要就是去做MSLT 所以他可以做為就是在做MSLT之前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診斷工具 篩檢診斷的一個工具這樣子 那完動表的部分大概就是可以給大家提供說 他本身的一個睡眠還有他醒來的一些狀況 那可以就是提早比較做一個好的一個診斷這樣子 那另外的話就是一樣是 是不是要做PSG的部分 就是來做這個診斷的這個工具 那其實在這一類的病人上面的話 大概就是在PSG的部分的話 他其實是相對角色是比較低的 然後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不分也有很嚴重懷疑 他可能有些相關的一個疾病可以考慮去做 要不然一般的話是相對是比較沒有那麼需要的 那會比較需要的話大概就是可以考慮說做MSLT這樣子去 注意他是不是有一個百天過度失睡的一些狀況 那另外一個是イントニア部分 不過這部分大概剛才有很詳細的介紹了 所以就很迅速跟大家run過去 大概這個部分最重要的還是HISC的部分 那另外可以配合雖然日脂跟網路表的一個狀況 那相對於的話PSG是一樣是比較沒有角色的 除非你很懷疑這個病人他是以後病有就是其他的一些 或是其他的就是結構上面的一個問題 然後造成的一個EPMIR的一個狀況 那也可以就是去做考驗這樣 那一般就是以病實為準這樣子 那另外的話是如果病人他是懷疑說是有一些 CityMIR方面的造成的一些Seed Wake的一些Disorder的部分的話 那這個部分大概第一個是可以使用棍券的一個部分 那最重要的還是做睡眠日脂上面的一個記錄 那當然會建議他配合就是管從表說7到14天的一個記錄這樣子 會比較準確 那像是PSG或是MSLT一般也都是不需要的 有一些比較特殊的一些Marker可以幫助我們去做檢測 不過這部分我就確定我們現在就是一般 Level上是不是有在做 那另外的話是關於就是Restless Legs 就是我們的一個評估 那這個部分的話他大概主要第一個也是擺他的History 來去看他是不是有符合診斷的一個Priteria這樣子 那另外的話就是可以就是去H1中的一個Iron 跟Ferritin的一個狀況 一般如果說他的Ferritin越低的話 那他一般引起的一個Restless Legssyndrome部分的點重程度也會比較高 那PSG的部分的話一般也是在你懷疑他有Combine就是其他的 像是OFAR等等的疾病的時候可以去做檢驗 那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病史還有他的Level Beta 那另外一個是懷疑說如果他是有Parasomia的一個部分的話 可以有哪些的一個診斷工具 那大概主要的話大概還是就是可以讓我們說就是有EG 然後PSG等等然後配合他臨床上面的一個定時上面的一個詢問來看 那進一步去區分他是不是有其他人類似的Ferritin的一個問題存在 那這是60張該講診斷工具的一個部分 那接下來是61張他大概主要是在講 那我們的睡眠疾病可以做哪些的一個分類 然後那主要還是剛才也是有提到的就是ICSD-3這樣子 那ICSD-3大概他就是會合一 他就是本身他的一個Sympel上面的一個Presentation 那再加上說他是不是有一些Pypophysiology上面的一個問題 或是OFEN上面Structure上面的一個問題 來去合併做一個考慮這樣子 所以舉例而言好了 他大概共有59種 那我們從表格上面大致看一下 比如說他如果說是Ensomnia Disorder部分的話 那他就有兩種 一個是Chronic的或是它是Short-term的 那這部分當然就是以疾病上面的一個Duration下去做區分 那如果今天他是一個Cyp-related breathing disorder的話 可能包含像是Cypemia 他就會再分成Obtruptive或是Central部分 那他底下會以他的一些Etiology 再去做一些分類 比如說如果是今天是Central Cypemia的話 他有沒有一些Parkin stroke 或者是說他有沒有跟其他的一些藥物物質 combine的使用造成的一個問題 他會再細分以Etiology部分來去看 那有一些的話就是會以他的一些Parkin relation上面去做分析 或者是他比較特別的是他就是有把那種比較 過去算在Central Cypemia裡面的一些比較Emergency的一個 Central Cypemia的一個狀況獨立出來分成Central Cypemia 在診斷上面的話 你大概就是會需要考慮 你大概就是會需要考慮 就是做Blogex或是Ntitle CO2下去看 那有一些Central Cypemia的一個狀況的話 那你就需要去看他本身的一個Po2的一個問題 這樣子 然後去多一些診斷 好 那他因為他主要是要講疾病的分類 所以我們就快速的看過去 那像是hyper somnium hyper somnium hyper somnium這一個狀況的話 比如說Nacholepsi 那他可能就是會比他是不是有Cataplexia Cataplexia下去分 就是Type1跟Type2這樣子下去看這樣子 那有沒有一些recurrence的一個問題 就是獨立一個分項的一個問題 所以他會再去考慮疾病他發生的一些頻率 頻次等等才去做分析這樣 那底下的話就是Parasomia 他大概就是有個獨立的分項 那以他各不同的一些症狀表徵的部分 在獨立圖來做分類 那這邊的話是關於Murman的第四個 就先做了看過去 那接下來的話是關於C.Madison的Epidemiology 那因為其實每一個疾病他的Epidemiology的話 其實都很不同 那主要的話如果概括上面來看的話 我們要去看他的prevalence的一個部分 其實在目前睡眠醫學算是一個 比較新興發展的一個topic 所以他還有很大的一個發展空間 那他可以去看他不同一個population上面 他發生的一個頻率以及他是不是會影響到就是說健康上面 還有的就是一些經濟與安全上面的一個問題 那大致上來看如果說他今天是一個SDB的一個問題的話 大部分通常是在老年的男性會發生率會比較高 如果我們以性別人來看當然就是男性比女性高 比較高 那過去的研究上面有發現說 比如說單就就是storing這件事情來看好了 男性可能大概會有32到52% 那女性大概是19到29% 所以大概會差差不多可能兩倍左右這樣子 那如果說以不同的族群上面來看的話 過去的研究是如果是非異母國人 他大概會比他們白人的部分來得高 那有天日本的報導 他就是比較就是亞洲人以日本人的部分來看 然後結果他發現說就是OFA的部分的話 在美國人西班牙人這個族群是比日本來得高的 所以這個部分大概會有些族群上的差異 不過他也會是會需要以各個不同族群 他可能當下像其他一些DMI 體型上面的一個狀況來做考量 另外的話是parasomia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就是parasomia的一個問題 大部分是在小孩子的一個prevalence rate上面是比較高的 所以從這個部分可以看到他在不同的一個類型型態上面 都呈現這樣子一致的一個狀況 另外就是失眠的一個部分 那失眠一般來講他的prevalence rate大概是在4%到22%之間 還蠻大的一個rent這樣子 那他也是會需要就是先去 exclude 掉其他一些相關的seed disorder 那這個睡眠的這個prevalence 失眠的一個prevalence其實是會隨著就是時間的部分逐漸增長 比如說在過去的話在英國的一個study上面 他發生說他最終的15年 結果發現從1993年到2017年 這個10年的一個prevalence rate 就從3.1%上升到5.8% 所以這是一個一直不斷在增長的一個狀況 那接下來63章他講的大概就是 後面就是比較跟公衛政策 跟還有一些puget health相關的 那這個部分的話大概就是 為什麼會講到這個問題 大概就跟他的一個seed health的literacy有關 那主要的話除了就是duration的一個部分的話 大概也是會有跟其他像是睡眠的一些貪民等等 這個會去做會有影響 那我們可以看到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就還是來自於就是現代的一個lifestyle上面的一個改變 包含說大家現在的生活形態可能會去上比較晚睡 或是來自於工作上面工時比較長 長期造成一個慢性睡眠剝奪的狀況 造成mortality rate上面的一個增加 那相對其他一些共病像hypertension metabolic syndrome等等的這些部分 也都是間接造成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另外在seed的一個時間上面的部分的話 反應會晚睡或甚至開始出現一些夜班輪班的一個狀況 造成他在就是melitonin上面的一個作用的一個機制被打斷 會變得比較混亂 所以相對而言的話 他也比較容易會造成就是像是一些共病的一個產生 這部分就包含說疲勞造成的一些意外事件 或者是GI上面的問題和deseed的問題 offensive或是concer等等的一個狀況 那另外一個來自於就是時差 時差這個部分的話 通常大概就是比較短期的一個因素 不過大概就是會發現說 你如果說每跨一個時區的話 你的一個時間調整大概就是會有差到一個小時的一個狀況 所以容易會造成一些daytime fatigue 因為昨天的起步concentration等等的這些問題 那其實這些問題可能都是造成就是背後一些重大的一些公安事件上面的因素 那書上的舉例像是核災 然後或者是像是一些傳的那個意外漏油事件等等的話 太多後來被發現說是跟這個睡眠上面造成的一個fatigue 而引起的一個意外事件 那包含說像是一些運輸業或是軍人和醫療工作者 大概都會面臨上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大概都是重點輔導的一個對象 細節的部分我就先接過 那其實追根究理的部分的話 大概就是在這個睡眠部分 它的一個睡眠的一個影響的部分其實是很大的 那也可能直接帶來不管是健康 還有整個社會上面的一個經濟效益的一個衝擊這樣 所以在最後的話是一個比較特別的族群 是關於運動員的部分 那我們主要以三個表格去做的把這個族群來解決掉 大概為什麼運動員會遇到這個睡眠的問題 我們要怎麼去approach它 大概主要還來自於它的一些色配點上面的factor 那以及它是不是有其他一些overlating的一個狀況 包含說它可能會常常需要到不同國家去比賽 會出現一些時差的一些問題 還有它的練習時間 如果一般是在清晨或是在晚上 或是出賽時間是在這個時段的話 也都會比較容易影響到它的一個睡眠狀況 另外就是它的一些homeostatic的一些factor 看看它是不是有一個即興的一些睡眠剝奪 或是長期的一些睡眠剝奪 要入使用練習上面造成的一些受傷疼痛的一個狀況 這些都會造成 那另外就是homeostatic的部分 也會需要被注意 所以在approach運動員上面這個族群的話 大附上需要考慮自己的方向 那這邊可以看到說就是它的一些respector 在運動員這個族群上面 大概最重要的就是失眠 可以造成它的一個pulsive quality的一個問題 所以會需要進一步的就是去評估它的一個睡眠的一個quality index 其他的話像是heposomia的一個部分 或是白天過度失睡的一個狀況的話 這個部分會來自於像它的一些受傷疼痛 藥物上面的一個問題 那另外就是homeostatic的部分 然後還有respective syndrome 以及像是一些睡眠節律上面的產生上面的狀況 所以可以依賴著我們剛才講的 像是一些問卷上面的一個問題來做篩檢 那所以在approach這個族群上面的部分的話 大概第一個會需要去看到它就是本身 它現在目前的整體的一個像是電極狀況 schedule,賽程安排,旅遊行程等等 那再進一步它做一些味覺 那以及評估它是不是會有需要就是一些額外的幫助 那這個可能是 比如說它可能會需要有適度的一個午睡或是休息 那有沒有需要藥物的介入 那在運動員上面 因為藥物上面會比較特別需要注意 同樣可能有時候會需要去出賽 所以藥物上面它會比較簡易它是可以使用的 像是mela-ponin就是non-bcdb類的藥物 做一些就是bri-light therapy 或是咖啡上面的一個使用 相對是可以考慮的這樣子 那進一步的話 就是再去給它做一些 sleep hygiene 上面的一個味覺跟做調整 那其實這部分不只是運動員本身 它會需要教練、訓練者以及其他的一些團隊 就是共同去配合來降低它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那大概主要還是會需要case by case 根據個人的一個狀況 包含說請它做一個 sleep diary 或是晚空調的一個部分 來去探探本身個人的一些細節的一個訓練實況 再來去做一些調整 所以大概是整個就是治療的大方向 那大家的報告都是